接著我們看到承攬的瑕疵 在承攬工作物有瑕疵的時候 我們會依照這個瑕疵是可規則或不可規則於承攬人 會有不一樣的法律關係發展 如果他是不可規則的時候 不可規則承攬人 他只會有承攬瑕疵擔保責任 那他是可規則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他除了有瑕疵擔保以外 還有不完全幾步 還有明法495條 第一項的損害培養請求 這是你在看到他瑕疵的時候你要有的認知 那我們在這裡主要會講的是瑕疵擔保的部分 當瑕疵擔保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二階段的處理模式 第一個階段會走的是修補 也就是493條 這是最愛法院一直強調的 當承攬工作務有瑕疵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先叫承攬人來修補 因為他最懂這東西應該怎麼修補 所以你可以看到493的時候 是工作務有瑕疵定做人要定上期限 請求承攬人修補 那最愛法院會強調說 這個不僅僅是承攬人的義務也是他的權利 所以你應該要先叫他來修補 那接下來 第二階段是 當承攬人不為修補的時候 承攬人 不修補 才會發展出後面的自行修補 然後費用償還 還有 減少報酬 解除契約 然後 還有包括495條第一項的損害賠償 也都是在 承攬人 你通知他來修補 他不為修補的時候才可以主張 這兩個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自行修補請求承攬人費用好 減少報酬分解除契約 你從條文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要先推高承攬人才修補 他不修補你才可以去主張這個權利 但是495第一項的那個 損害賠償你從條文上看不出來 但最高法院向來持這個見解 106年第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也重新再確認了這個見解 上個月才剛出來的決議 他重新再確認了這個見解 所以 你都必須是他不為修補的時候 你才可以自行修補請求承攬人費用 然後請求監獎報酬 然後去解除契約 或者是准在賠償 那這個自行修補請求承攬人費用的時候 最好法院向來說的說法是 你要是 以支出的費用你才可以請求 他償還 這是在493條的地方 那 494條的地方呢 這個減少報酬跟解除契約 今天好不好能解除契約 比較重要的是解除契約 尤其有很多的限制 我們可以看到 解除契約呢 你必須是今天這個瑕疵 重大 非重大就不能解約 重大才有可能解約 但即便瑕疵重大 它是一般工作物 可以解約 如果是土地上工作物 或建築物的時候 原則上 不可以解約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例外 大家耳熟能詳的 83台上3265判例 他說 如果今天這個工作物已經快要倒塌了 有結構上安全的問題的話 那應該是可以容許定座人去解約才對 那我們後來又新增了495條的第二項說 如果今天 這個承攬工作物本身 它呢 瑕疵重大 導致不能達到使用的目的的話 定座人可以解除契約 所以 在瑕疵重大 即便是土地上工作物 雖然原則上不准解除 但是另外 不管是發生財商3265判例的情況 它的那個結構已經有發生重大安全瑕疵 或者是495第二項所說的 它沒有辦法達到契約目的的時候 我們都容許它去解除契約 那你可以看到495第二項它承接第一項而來 所以它的要件要是承攬人可規則 那這裡沒有承攬人可規則的限制 OK 這是在解除契約的部分 那再來495第一項的損害賠償 96年第八次民事頂會議決議 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情 它的賠償範圍 不包括加害給付 所以它只限於瑕疵給付 不包括瑕疵結果損害 好 那 再來 如果你要去請求瑕疵結果損害的話 關於結果損害的部分 你應該要依照什麼 227條的第二項 去主張損害賠償 而不是依照495的地項 OK 那這是在 請求損害賠償的部分 那 那 這是它的權利 兩階段的處理模式 那再來 好 並不是你一定會有這些權利的 我們可以看到 496條 這個排除的規定 如果這些瑕疵是因為定做人的指示 或供給材料性質的產生的話 定做人是沒有這個瑕疵擔保的權利 那 除非承諾人明知或 明知台道性質或指示不適當 不告知定做人的話呢 是不在此限 OK 好 這是排除的部分 那接著 所謂的發現跟 權利行使期間 發現期間指的是 你必須要在這個期間之內發現這個瑕疵 那 你才會有瑕疵擔保權利 498條到 501條的規定 是所謂的發現期間 你要在這個期間內發現 那權利行使期間是 就是你發現完瑕疵之後 必須要在一年內去行使你的權利 否則的話就會離於時效 這叫權利行使期間 所以發現期間跟權利行使期間的關係 應該是這樣 這裡 是起算點 起算發現期間 那什麼時候起算 不一定 你要看今天這個承攬工作 需不需要交付 不需要交付的話 從完成時期 如果需要交付的話 從交付的時候開始 去算發現期間 那這個發現期間有長有短 不一定 你看一般工作物 或者是土地上工作物 然後撐然有沒有 故意不告知瑕疵的情況 分成 一年 五年 五年 十年 一般工作物沒有故意不告知 就是一年 有故意不告知變五年 那土地上工作物沒有故意不告知五年 有故意不告知的話 變成十年的發現期間 然後呢 你必須要在 你必須要在這裡發現 下次你才有權益擔保 你才有權益擔保 你才有權益擔保的權利 如果你在這裡發現的話 不好意思 離於發現期間了 然後呢 發現期間發現完之後呢 你必須是發現之後 你必須是發現之後 一年 這叫做行駛期間 這叫做行駛期間 514條的規定 OK 那如果你沒有在這個期間內去行駛 就離於時效 這是 承染瑕疵擔保權利的發現期間 跟權利行駛期間的問題 好 那麼 如果你的承染瑕疵擔保的權利 包括解除契約 損害賠償 因為離於發現期間 或 離於權利行駛期間 而不能夠主張了 你可不可以再回過頭去 以不完全給付主張 我們剛剛提的嘛 如果今天這個 瑕疵是可規則於承染人 是有所導致 那麼定做人 除了瑕疵擔保裡面的權利以外 還有 不完全給付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跟解除契約 所以 有沒有可能在承染 不構成的時候 回過頭去 一般在務部群的 責任主張權利呢 我們最好法院見解 向來穩定的看法認為 如果是 離於發現期間 或 權利行駛期間 從而無法解除契約 或損害賠償的話 也不能夠再依不完全給付的規定 去主張 解約或損害賠償 這個非常非常關鍵 這是 承染的瑕疵擔保 跟買賣瑕疵擔保 不一樣的地方 在承染瑕疵擔保底下 最好法院的穩定見解認為 承染瑕疵擔保的規範是 不完全給付的 特別的 規範上面的 特別的規範計畫 所以 一旦你 沒有辦法依承染 這一節的規定你主張權利了 你沒有辦法再回到 不完全給付的規定 去主張你的權利 可是在買賣的地方 最好法院的